菩萨供养人 法供养 法供养里面 有才供养 为什么呢 身形 你做出样子给人看 八五轮做出来 五常做出来 四维霸德做出来 我做身体做出来 身是内在 我做出来给你看 佛家讲 为人演说 演是表演 表演就做出来 人家在看不懂的地方 向你请教 你再给他说明 看懂了 明白了 他不会问你的 他有疑惑的话 向你请教 你给个解释 释迦牟尼佛在世 那就是这个方法 经典里面所讲的一些理论 所讲的方法 他全做到了 看懂的 根历的人 就开悟了 忠下根性的人呢 看了不懂 不懂向佛请教 那佛就给他讲解 今天是讲解 这里面所讲解的佛全做到了 所以他才有这么好 这么大的射手的力量 让人跟他也接触到 不能不佩服他 多愿意跟他学习 所以你自己不做到不行 这叫做行 菩萨行 发供养 如是修行 这真供养啊 明白之后 那个财供养 他自然 就做到了 啊 圣行人跟普通人 差别在哪里呢 我叫圣行人 叫真人 那我们反复是假人 样子像个人 实际上不是人 假的不是真的 圣行人是真的 真人是 人得爱人啊 像这个弟子规律里面所说的 凡是人皆去爱 你能爱人 这是真人 特别是佛菩萨 佛菩萨 那个深度不可思议 他知道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那是真诚的爱 从自信里面流出的这爱心 不但仍爱人 花草树木都爱 山河大地也爱 所以佛法里面讲能力 比如讲到光 那儒家没有讲到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花草树木山河大地 平等的爱 同样的爱 所以佛法成为慈悲 慈悲跟爱 有什么两样 爱里头有情 慈悲里头没有情 慈悲里头有理 觉悟聊 情就变成理 你一聊 理就变成情 换一句话说 慈悲是觉悟的爱 这个爱里面说 还有迷情在里头 所以佛法了 用慈悲也不用爱 这种因子 那这钟公养 你们看 也没说